大家好,我是幸福小姐 今天我想跟大家說一下 怎樣可以用肉眼分辨一個Bagel 試好試壞,或者你應該不應該用這麼多錢去買一個Bagel 因為我自己也有做很多Bagel教學 所以我都知道很多同學都對Bagel是一知半解 或者不太知道怎樣才叫做一個好的Bagel 所以就教大家怎樣看 首先你看到它的外表應該是非常均情的 是不會一面大一面小 如果是一面大一面小的話 有機會是它做完的時候有些問題 或者是不太知道怎樣 而第二就是看到它的表面應該非常光滑 而且上色也是好一致的 那絕對不會有些凹凸 就像月球表面那樣蠢蠢蠢 因為如果你看到這個情況的話 那應該就可能會發酵出了問題 或者是煮的時候溫度或者時間不對 又或者是等了很久才入爐 那這些情況都是不理想的 所以你要追求的話 一定是表面已經是光滑圓圓圓圓的 一個英俊Bagel 而且你也要看看它回答的能力 是不是真的可以去100% 那當然這件事是比較難用肉眼看的 但是如果你們賣過Bagel 看到這裡有一絲絲的紋掛 那這個Bagel是夠緊致的 那應該口感也不會差到它 不過最好吃的Bagel當然是自己做 謝謝大家